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人因有本无所据 树因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版中加权股价指数 早盘一度上涨了将近快白一点 那目前呢 拉回做修正 目前上涨34点左右 所以呢是一个开高走低的行情 那日K棒呢 还是呈现一个黑K的走势 那重点在于说 目前呢上市柜的上涨加速 还是比下跌的加速 还要来得更多 所以上涨加速将近1200加 下跌的加速只有大概600加而已 那甚至涨停板的加速 还有20加 没有任何一加跌停 所以呢可见呢 这个多方的趋势 到目前为止 它都没有出现 任何一个改变的状况 那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现在呢整个行情 其实多头的格局 才走一半左右而已 包括加权股价指数呢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每一次大跌过后 会走两年的多头 利空结束之后 会走两年的多头 利空结束走两年的多头 出口衰退一样走两年的多头 那这次中美贸易大战呢 本来要走两年的多头啦 可是呢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呢 它重新要再做计算一次喔 所以呢目前为止整个行情走到现在 才走了将近快五个月的多头而已 那也就是说24减5 未来其实喔上涨的时间还有很长喔 还会很长喔 甚至呢贵买指数的部分呢 其实你也看到目前贵买啊 都还在历史相对低档区喔 现在的贵买指数大概在160点左右 可是历史的高点在348点 所以呢基本上啊 中小型类股它到还有很多很大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喔 那如何选股如何低进高出 就是现在行情上面喔 你要操作的一个节奏感喔 这个非常的重要喔 所以呢当指数回档的时候 其实你要挑选喔 有一些逆势抗跌的个股 甚至哪一些股票啊 它现在已经开始有资金做转入 有资金做移动进去的现象喔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整体的大盘的结构来看喔 你可以发现到说 电子生计医疗 还是市场上的主流 化工的族群开始有资金 在去做进场布局的现象了 已经开始吸引更多更多的资金来去做切入喔 那为什么最近的化工会开始成为市场上面 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焦点喔 那我之前跟大家谈过就是有关于台积电大联盟的部分 有很多的个股其实它已经切入了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那包括了在设备族群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制程相关使用的这些化工的材料 这些化工的材料 那化工的材料呢 基本上是台积电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关键 它是能够成为世界第一的关键 所以台湾的化工在这30年以来 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型 它已经改变了很多 但是这些改变 目前为止市场上面很少人会去讨论它 没有人会去讲它 所以它就像一颗还没有被人家发现的宝石 然后这颗宝石呢 未来会有大成长的空间 未来会有大涨价的空间 所以呢我们要操作 我们要做布局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选择一些股票嘛 当没有人发现的时候 它的股价一定是在相对低档区啊 可是突然之间它的利多出来了 就会开始做起涨的动作对不对 那你在底部呢 你如果先做切入 你先去把它买好 那一旦涨上来了 你自然有钱可以赚 而且你买在低档的位置啊 你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你大概没有人听到 你大概不会听到有人跟你讲化工 因为没有人相信说化工的股票会涨 没有人相信说台积电这个化学制程 居然这么重要 可是呢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已经看到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啊 比如像说在7月22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这档股票 当时我是遮起来的 当时我是遮起来的 当时一样嘛 一样的同一张图嘛 我只是把它遮起来而已嘛 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档标的啊 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 一直有大量的资金 来去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本来没有人在买的耶 一根一根的红K棒 大量红K棒 它出现了 它出现了 那为什么它会有资金在买 如果今天它是在价格上面做变化 我觉得那还好 可是它在量能上面做变化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带动它的量占比从500来到200 它从500跳升到200 那这里呢 就是所谓的突破量 它不是只有买一天 它是连续买了123456天 它连续买了6天的时间 价钱 它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成交量 量的部分 你一定要用钱下去买对不对 你一定要砸钱 你才有办法带出那个量能嘛 你才有办法把量做出来啊 所以呢 量代表说这支股票有人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所以当时我跟大家讲 7月23号的时候我们去买它 买它的时间点上面 它没有大涨哦 也没有涨停哦 可是我告诉大家说 因为这里啊 这个量它出来了 有资金大买的时候 强势股拉回 强势股拉回 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突破量出来 整理量出来 量占比从500来到200 当我回测完均线之后 它会未来会往上攻 它未来会往上攻 因为这一些人 它已经先做好布局的动作了 所以呢 我的买点在这个地方 我买在这里呢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8月4号 昨天来到量争涨停 大锁了3万张 大锁了3万多张的买单 那今天呢 锁了3万多张 一样啊 化工今天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这一档股票又涨停了 它又涨停了 连续两天 目前为止还锁了将近5000多张的买盘 所以两天的时间 这样子的涨幅20% 这样子的涨幅20% 可是我不是叫你涨停板 去做追价的动作 你如果说真的你是买在涨停板 你到今天为止 你只有赚一点点而已 你只赚一点点而已 可是你跟我一样 它是买在这个起涨的位置 你如果买在这个 赚的地方 像这个位接点上面 你先你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当然你不只赚涨停了 你就可以赚到扎扎实实的涨停板 而且还赚了两根 而且还赚了两根 所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去观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支股票有人在买 有人在买的股票 有人在买的标的 它才有大成长的空间 而且在买之前 我都会设定好我的想法跟目标价在哪里 那它的目标价 如果跟我的成本上面是有差距的 是有差距的 那当然对我而言 我这个切入的时机点上面是合理的 那我自然我钱可以赚得到 可是如果有一些股票都已经涨上去了 它都已经距离目标价非常远的时候 都已经突破了目标价了 那都已经来到就是已经过热的阶段的时候 当然就不是你很好切入的时机 所以你要怎么买 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你要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底部布局你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它自然会养成标股 它自然就会变成标股 所以我的操作观念很简单 养标股赚行情 买期涨不要去做追涨的动作 你免料你不用追股票 你在我这边你不用去追 那种已经大涨了 我不会带你去冒很大的风险 股票很简单 最简单的道理是什么 会赚钱的人不就是低买 高卖嘛 但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他的观念都变成 我要带你去追股票 我要带你去撂去最强的 买那种最强的 然后让你套在那个高高的位置点上面 但我不要这样做 因为投资的概念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低买高卖 那你只要找到这支股票未来会去的 未来会涨的 而不是现在在涨的股票就好了 那你的 你如果每一次的买点都是对的 那你自然而然 你的财富就会慢慢的累积上来 就会一直往上去做增加 这个就是我们风情操板 是一直坚守的原则 养标股赚行情 你买期涨不用追涨 所以买这种股票会没叫你去追啊 当时在这低档的时候 连续的横盘整理 我也没有叫你去追啊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不是很好买吗 真好买啊 真的很好买啊 当年的买点是对的 两根涨停板哪有算什么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不是吗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啊 所以呢 其实台积电的大联盟真的 今年你真的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它 因为台积电都已经涨到400块了 它都已经突破400块钱的历史新高价了 那老大哥 老大哥现在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那你更不用讲说 那些台积电的供应链啊 那如果台积电的供应链 未来可以吃香喝辣 跟着台积电一起向上成长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去买它们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追 那种已经涨到天上去的股票 然后去冒很大的风险 今天买了 明天就会开始担心 今天会漏没会起没 操作不用这么累 真的 做股票你如果这样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你跟上我的脚步来就好了 我们一起来 资金的流向当中 去寻找未来的标股 而且你要用养的方式 买棋掌不要去做追涨的动作 养标股才能够赚到大行情 时间要关心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我们下转了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注您不再忘笃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注您不再忘笃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投注您不再忘笃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怎么开的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坏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话疑等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十点到十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现在呢 价券股价指数已经来到 一万两千七百点之上了 突破12682之后 其实投资人的想法开始变得比较悲观 那不只是投资人 一般的投资人 包括在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其实目前为止放空的这个声音 它这个声浪越来越高 但是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股票市场不是看涨多 而是要看结构 如果这个结构上面 它还有向上 往上去做成长的空间 那你只要选对股票 买对价位 你基本上做多 还是比做空来得好转 比如像说你看 像今天加选股价指数 目前拉上来了 涨56点对不对 涨停板的加速 就是远远比跌停板的加速 还要来得更多 还要来得更多 所以你觉得说 选股票你选到涨停的 比较容易呢 还是你今天去放空股票 空到跌停的比较容易 这样一比较你就知道了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在12682 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但是结构上面 它还是在相对低档的区域 比如像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像3008的大力光有没有 这么好的公司 它的股价都还在低档 那你说行情 目前为止有过热的迹象吗 没有吧 甚至金融谷里面 我们找一家龙头嘛 国泰金目前 它的股价都还在低档的位置 它都还在低档的位置 40块钱以下的国泰金 现在比它的净值 净值44块钱 都还比它的净值 还要来得更低 行情有真的创历史新高的感觉 还是说它已经出现一个暴冲的一个状况了 都没有发生 它都没有发生 那最强的股票是谁 当然就是我们2330的台积电嘛 因为台积电的关系带动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重点是台积电这个价位上面 它只是符合它的价值而已 它也没有过热的现象 所以全台湾的股票市场 大家都很担心历史新高会崩盘 历史新高会崩盘 那真正崩盘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甚至我告诉你说 这个疫苗有没有 全球疫苗研发进度 现在都已经来到三期了 现在都已经来到三期 包括美国英国 现在都有疫苗 都已经进入人体实验 第三期的阶段 那德国的部分也开始 急速的再往一二三期做移动 它又一次把它做完 那你说全球股市目前 还有一个最大的利多在这边 全世界最大的利多 一旦这个疫苗研发出来之后 你觉得股票市场会怎么样 会不会呈现一个爆发性的上涨 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 重点在于选股 你要怎么样去买到 被人家低估的标的 然后呢买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出手的时候就决定了 你会不会成为赢家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股票涨跌 而是在于说 你在切入的那个时机点上面 是不是对的 所以我通常代会员 我们代会员买都是买这种的 都是买这样子的股票嘛 整理量出来突破量出来 量债比从800来到200 我说这支股票他现在有人在买 他现在有人在买 所以这个突破量代表说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决的动作 整理量呢代表这些筹码还没有出掉吧 那这些人居然没有离开的情况下 强势股拉回你站在买方啊 你就站在买方就对了嘛 所以呢我当时在买他105.5元市价买进嘛 105元可以成交 105元成交 所以呢到今天为止 同样的啊 1773台积电大联盟啊 现在来到哪里 117块钱 他还没有大涨 那是因为目前为止 他还有一个均线的压力存在嘛 现在的线是下弯的 他现在的线是下弯的 可是呢 他现在在做很满震荡整理啊 如果我的筹码洗完了 我的筹线从下弯开始转为上扬的时候呢 机会是不是就来了 机会是不是就来了 所以就像葛兰比八大法则告诉我的啊 我现在是一条下弯的均线 可是我未来均线它会转为上扬 当我的均线开始转为上扬 就开始进入出身段的阶段了 出身段完之后回撤还有一个主身段 那你买在这个地方 你向下空间有线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而且你看到的是 早就已经有人偷偷的在做布局的动作嘛 而且这里就是有人在买 有资金大量的来去做布局啊 那这些人为什么要买 他看到了什么事情 这些都是真金白银下去拱的哦 这些人买盘都是真的哦 都是很大量的钱在做布局的动作哦 那他们看到了什么机会 就是台积电吧 台积电未来整个成长性爆发出来之后 这一些大联盟也会跟着吃香喝辣 他也会跟着吃香喝辣 那你要买对地方啊 你要买对价位啊 不是叫你去追 而是你要逢低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要怎么买怎么卖 出手的时候就决定了你的胜率了 所以高平公斤呢 你要操作股票 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下单很容易 可是你要评估一档股票的价值 它是需要专业 它是需要有人来给你做协助的嘛 所以像这种股票啊 台积电大联盟里面 包括设备股的部分 我也觉得说未来是有大成长的机会 一样有大成长的机会啊 因为这里一样有大量资金 才去做布局的动作嘛 涨上来之后为什么会回撤 人家不买还就跌下来了 只要资金开始做缩手 它只要先不动 那股价自然就会下跌 可是下跌不是坏事嘛 就葛兰币八大法则 出身段回来拉回测试 未来还有什么 主身段嘛 它未来还有主身段嘛 所以当主身段来临之前 你要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而不是等它涨上来的哦 已经起起来了 已经创新高了 然后才想到说 快点快来买 我在买这档股票的时候 在203块 在203元 对不对 我在买它的时候 它的股价也没有大涨啊 它也没有大涨啊 可是它是不是回撤完了 它是不是回撤完了 回撤完之后开始做起涨的动作嘛 7月23号的时候来到212块 到昨天再创新高来到217块钱 所以你当你的买点是对的 我说出手就决定你的输赢了 你如果出手的时候 你就决定你的输赢了 那重点是这档股票 金顶还是金顶哦 它都没有改变哦 你买在高档的人现在欲哭无泪 买在高档的人现在想哭 可是你跟我一样 在底部下去做布局的 创新高 你是不是贪到钱啊 是不是能够赚钱 所以真的每一档股票 你都要仔细的去研究它 你要怎么样去做切入 怎么样低进高出 是不是需要专业的人 来给你做协助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 真的很认真 用心在带领会员的分析师 来帮你做协助 所以我的节奏很简单 养标股赚行情买起掌 不用去做追涨的动作 你抗讯牌在那里我走 你跟着我走就对了嘛 你跟着我走就对了 全市场没有任何一个专家 有所谓的金流伎量模型 因为金流伎量模型 是我们团队所研发出来的 那我从资金的流向 我可以预测到 未来行情的方向要往哪边走 包括当时五月份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判到了 生计类股会长 所以我们下去做了合一 下去做了中天 甚至还有做了一趟成德 对不对 还有做一趟成德 那你如果在当时 你下去跟着我一起去布局 所谓的生计的族群 其实你是有钱可以赚的 而且它是有大钱让你去赚的 你买在那个时机点上面的时候 你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 但是反观过来 你现在等到生计股都涨上来了 它都已经大涨一波 而且上面一堆套牢的冤魂的时候 你才想要去做生计股 是不是就慢了 那主力的想法是什么 它现在已经把生计的资金 慢慢再撤出 它慢慢的撤出来之后 它往电子股来去做移动 它往化工族群来去做移动的时候 你要跟上他们的脚步 你是希望跟着散户走 还是希望跟着大资金 大部队的方向去移动 如果两军交战起来的时候 你认为谁会是最后的赢家 所以我的工作 我的最主要的职责 就是帮你找到未来的主流 而不是一些股票 死报火报到现在为止 真的生计股 真的你说真的它有大涨吗 这样子一波跌下来 你如果在高档被套到现在 现在为止也只是反弹而已 你最高的位置点上面 你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做解套 那最好的买点 不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五月开始生计股 要做起涨的动作 这个地方是最好买的 那你现在生计股涨上来反弹 重点是现在换到谁了 趋势来到电子类股身上 所以资金开始往这边 去做移动的时候 你要找对股票来去做进场布局 所以包括在5G方面 我也跟你讲 未来的焦点在这 未来的焦点在这 所以我们又把资金 从生计移回到5G来 我说我要做这一支股票 你是发现到同样的模式 对不对 这支股票更厉害 因为它的量占比是从300来到前10名 它来到前10名 代表说我这会量 这些量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当时245块钱 我说挂涨停板的价位下去买 然后成交在233块钱 对不对 成交在233块钱 你看完你买的点位是对的 出手之后你就知道输赢了 所以7月20号开始创新高 来到245块钱创新高 一张价差来到12块 然后接下来7月21号来到26块钱 价差26块钱来到259 然后7月23号再来到265 价差32块都创新高 7月24号来到285 又再创新高价差52块钱 52块钱来的时候 我们先获利一趟 先把一半的资金抽回来 抽回来之后它开始怎样 回撤了嘛 它就开始回撤了嘛 所以怎么买怎么卖 我有一套公式方法 在低档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Bias创下新高之后 我们先卖一趟 卖一趟回撤回来 我手上还有一半的部位 今天呢 又开始赚钱了 4968的利基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今天最高点来到289块钱 之前的高点又过去了啦 所以呢 像这种股票 你波段的强势股 你买在短线上落势时啊 你只要养对标股 你就能够赚到行情啦 所以养标股赚行情 买期涨不追涨 抗讯派勒 你带我走 咱当座来打票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一组大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 欣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 欣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欣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